這些本地新鮮豪菇 全部都是來自菇澤南Russell雙手 本來從事IT行業的Russell 原來一直喜歡種植 去到30歲思考人生方向的時候 他貿然去了英國進修農業 在外國剛回到香港的時間 想在農業上發展 就要考慮究竟在農業上發展可以做些甚麼 合考自己在家裡這個環境 有一些舊的豬欄和廢棄的建築物 最後選擇種菇 因為菇菌適合一個光照需求比較少的地方生長 而在香港亦有很多廢棄了 而適合種植菇菌的資源 原來有機廢物可以種出有營養的食物 Russell的菇包就是用香港回收的咖啡渣和木碎而製成 Russell中植的時候 亦會下農藥和殺蟲劑 其實種菇的時間 由第一日開始已經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因為自己對種菇本身是沒有甚麼經驗的 所以由一開始的時間 單純用咖啡渣作為唯一的材料去種菇 令到菇生不出 然後再逐步加入其他的材料 令到菇菌的菌絲可以有效地生長 近期會有一些高溫的問題 因為今年每一個月的平均氣溫 都比過往高了一至兩度 所以變得菇菌生長上都在承受一些壓力 嘗試利用一些環境友善的方式去降溫 例如噴水 又或者一些吸叢燈 嘗試把這個的重害降低 去到今時今日 我最滿足的是 其實可以種出一些好吃的菇 而得到客戶的讚賞 都有不少吃過我的菇的客戶 會回頭和我說菇菌好吃的 會比在內地買的菇菌更加鮮甜 而沒有了一股厚味 所以會選擇香港的菇菌 作為他們的食菇的選擇 本地的農業是很需要香港人的支持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嫌棄 用心欣賞本地農夫的心思 還有耕耘